挑战用一千份过期报纸造房子 这些是我们办公室近三年来所有的报纸 如果全部拿来做房子 再把它装饰成小猩猩的秘密基地 一定很好玩 这个是我画的效果图 房子里面住的三个人 这个是我 这个是小猩猩 这是我老婆 做房子的第一步搭建骨架 我们总共需要四根骨架 每根骨架两米长 但是一张报纸的长度不到80公分 也就是说至少得这么长 那宽度呢 因为报纸的宽度决定了骨架的粗细 拿张报纸试一试 这也太细了吧 明显不够 加到四张 这次够了 这么粗 安全 也就是说一根骨架需要长八张 宽四张 四八 十八多少一张 这张答案的小伙伴 请把答案写在评论区 这也太恐怖了吧 但是根本难不倒我 准备完毕 这个是我做好的第一个骨架 很粗 破 怕 结实 接下来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复制三根骨架 开工 骨架已经准备好了 继续 第三步 搭建骨架 哇哦 帅呆了 是不是感觉很像原始部落 而且上面的扎带也是只做的 接下来我们进行下一步 搭建外墙 遮风挡雨嘛 因为房子的四个面都是三角形 所以我们只需要亮出它的边长 就能做出同等大小的墙壁 底边长度 150公分 宽度 刚好一米 斜边长度 170公分 所有的尺寸一目鸟然 So easy 分分钟就搞定了 不对 要谦虚 最后一步 首先做一张超大的纸 然后用胶水进行固定 开车过来的呀 什么时候做着好呀 明天肯定做好 有点慢 有点慢啊 今天晚上爸爸加班 一定要把它做好 那你不要放弃 绝对不能放弃 要不然这家伙瞧不起我 继续加油 晚上七点 儿子啊 累不累啊 累但是不是那么累 那我们再加班啊 到现在为止 我们终于把四个三角形准备好了 接下来就是固定 看我的手跟鸡爪子一样 全是碳 继续加油 现在是晚上十点 是时候给房子穿上衣服了 说句实话 我内心特别忐忑 因为这张纸太大了 三面墙 好不住啊 但是害怕解决不了问题 硬着头皮也要上 剪下尖角 为支架留出空间 来 千万不要抖哦 这样不行 看上去太简陋了 应该是上面的尖角留小了 稍微修改一下 再试一次 生命在于折腾 我先这么一团果子 不会熄灭的 是不是比上次和谐一点 报纸不够长 也有可能是骨架倾斜导致的 微调一下骨架 应该就可以了 12点半 房子已经搭好了 我放了一架风车上去 明天早上量化一下 真的该回家睡觉了 大家千万不要熬夜 对身体不好 明天见 OK 我们的量化工程已经完成 带大家参观一下 吃 喝 玩 乐 学 吃喝玩乐 学套餐 经过一天的时间 我们的报纸房子终于做好了 觉得好看的小伙伴 请把好看两个字打在公屏上 就等小星星过来 来了呀 过去看一下 以后这个就是你的秘密基地了 没有垮 没 它确实暂时还没有垮 如果这个帐篮 如果这个帐篷满分 一百分 你给爸爸打几分 满分 挑战用一千分报纸造房子 挑战成功 这场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请帮我们 点赞 评论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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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多配合呀 哈哈哈 下一次我们造什么房子 造车吧 抱死造车 哈哈哈 你儿子真会跟你出题目 大家还想看我们拍什么挑战 敬请写在评论区 拜拜 你两个在吃啥 你们也太享受了吧 给你吃 好 谢谢 嗯 嗯